在我的学艺里面 我喜欢挑战 其实我电视过去当时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做 我是一个财务背景的人 但就毅然决然就去做 那快速又要勇敢的过程里面 你一定会犯错 因为这样的原因 容错就是企业里面的文化 就你不要笨两次 就鼓励消费者 收到不好的东西 就把它退回去 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里面 运费是厂商付的 所以当有一个厂商 他常常去过度夸大 他的商品的时候 他最后的结果就是 他的东西都被消费者退回来 你的核心是什么东西 要坚持那个核心 像我们就是坚持 把好的便宜的东西 送给消费者 这是我们的核心 各位观众好 我是今天的看板人物 MOMO董事长林启峰 我想今天就花一个钟头的时间 来跟大家看看我们到底在卖什么东西 以及台湾今天电商的操作方法 一起来欢迎 MOMO的董事长林启峰 欢迎你来 欢迎来看板人物 大家好 谢谢 欢迎欢迎 其实我们是邻居 就是隔一条街 我们公司在瑞光路 然后走几步就到平行的 就此街了 很方便过来 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 为什么会陈列这一些 MOMO整个 我们从电视购物讲起到 现在超过十年了 十六年了 十六年了 从电视购物转到电商平台 不能说转器 电视购物还在 它就是电商越变越大 电视购物稍微长大一点点 对 那这段时间 从有电商几年了 电商发展的时间 大概有十年了 对 好 那今年算不算是 我们有电商以来 最高峰 大爆发的一年 Q1加Q2的 MOMO的营业总额 超过了三百亿 对 三百一十亿 三百一十亿 对 今年是不是大爆发的一年 比去年大概多了 三十几个percent 快四十 那如果我问得更仔细 你们Q1跟Q2 应该是称王吗 对 我们是台湾最大的 对 有超过你的预期吗 比我想象中好了蛮多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开始在网络上 购买东西 对 那卫生纸是不是不败的品项 对啊 它一年大概要卖到 去年大概卖了六亿 那今年看起来 大概会卖到十亿 我们在疫情爆发没多久 这个东西一天抢到大概八万箱 八万箱 我们换算话 是不是有快二十万包啊 不会算 一箱大概有这么多吧 对 好像是有同仁给我一个数字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惊人 那去年卫生纸之乱的时候 应该也很 没有今年乱这么大 好 但去年因为一乱以后就没有货了 那今年的货其实是有跟上 所以今年的量比去年大 卫生纸是不是真的要online买 比较有折扣 我觉得因为这么大的东西 然后你一箱的话是这么大 所以其实 携带起来是有点辛苦 如果你到卖场去拿的话很重 所以越来越多人倾向在线上 就直接买卫生纸 固定的 帮保室也是一样 固定的大量的家用的消耗品 对 会是店上面的不败王 而且甚至你可以做一个重复性的购买 也就是说一段时间 它自动帮你送过去了 也不用特别再去下订单 好 我们今天会选 这一些在Momo里面 非常具有特色的 比方像这一区 这一区 品牌球鞋 叶黄素 然后当然还有小黑瓶 为什么这一区是 就是纵观来看 是因为它平常高单价 所以大家会在电商里面一直比价吗 其实现在比价的行为 我发现越来越少了 因为现在都是特定目的的购买 因为它已经对你的网站的价格 产生一个信任 它了解说基本上价格不会差太多 所以比价是需要导向的 大概有五成以上的人 直接下一个观念 就是我要找小黑瓶 然后就买了 那比价是一些比较像那种 这种东西会比价 这是电脑的部分 他们会用一个PC的部分 然后抓很多商品进来 去比它的功能 比它的使用 它的记忆体 所以这样东西比较容易比价 但是一般这种家用东西来讲 大概比价的人很少 好 那我们前面讲说这一区 它是比较特定需求的 然后专门寻找的 那你觉得像这三类 它的比价也不是这么明显 不太会比 不太会明显 那如果说刚刚你提到一点 就是这个消费者 当他有这个比价的习惯的时候 有很多电商平台 他必须宣称 就是他绝对不可能卖的 比任何一家价格高 对 那这个对你们来讲 你们所采取的战略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拼最低价吗 也不一定 因为其实一个商品本身 它的价值除了它的卖价以外 还有很多的售后服务 所以我们也认为说 如果一个平台 如果它只能卖低价格 它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平台 为什么 因为你只能卖低价 就是销售本身它包含了价格 包含了服务 包含了信任 包含买到不对的东西退货 东西送的快不快 这些都是构成一个商品 能不能卖的一些原因 所以不会单是只有一个价格而已 那当然价格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那我们公司其实也有一个 非常严格的一个价格的检查小组 去确定我们公司大部分的商品 是在市场上是便宜的 我不敢保证全部都便宜 对 因为 因为我们公司基本上没有定价权 定价权是在供应商 但是我们一旦发现它的价格有问题 我们就回去跟它协商说你可不可以 让这个价格更优惠一点点 我们是一个把关者 但我们不是定价者 但如果说以比较高价商品 像我前面看到空气清净机 还有这个也曾经是我们的看板人物 英国的这个 它是以超强引擎的吸尘器起家 那后来它的这个整法器什么的 也都是算是蛮划时代的产品 那像这一类的 我相信它的供应商给你的价格 它自己的实体商店 就是属于高端商品 它没有办法给你的价格来得太低 那再加上如果像某某电商 它给的各种整体性的服务的机制 或者是其他前端送货的 跟后端的服务的话 你这个利润应该是非常稀薄 它基本上是没有赚钱 像这些 这个卫生纸 纸尿布 吸尘器 这些东西大概都 都是服务性质为导向的 它不是利益导向的 它基本上没有赚钱在做销售 没有赚钱在做销售 这个比较有领头羊 因为这个购买的频率很频繁 所以你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不管赔钱赚钱 你总是要有这个东西 在那边让客人来做挑选 那这个东西倒是一个领头羊 因为这东西可能一个月就用完了 它必须要再上来 所以我们今天才知道 那我可不可以说 其实应该蛮多电商品牌的 像这种卫生纸的 就是它的销售很容易让我们形容 一年的销售可以连起来 可以绕地球几圈的 对 原来是没有什么利润的 这种是没有利润 对 好 今天这我们只是 谢谢林董先给我们一个开端 让我们了解了 原来我们在电商购物的时候 就这个购物平台本身来讲 它有非常细的铺货思维 进入这个电商购物的时代 我们现在的电视购物跟电商购物 在我们公司的营业额来讲 它的占比是多少来着 电商大概占92个percent 电视占5个percent 还有些其他的收入 电视比较小 已经只占5个了 好 所以我们说 在进入电商购物的时代里面 究竟还有哪一些幕后 我们不晓得的策略性思维 跟做法 今天一次了解 我们先看正则报道 超级扫把 那我们之前其实有卖过 另外那一组 就两只扫把 然后再加一个分钟 比较990 然后功能的部分也很深 从不到1000块的扫把组 到20万的方钻戒指 这个是为第四季的商务 做提告的GIA国际证的赞石 那它是 方钻 你这四爪的啊 对 是四爪的 可是我觉得借台有点 我这个不想做 再多换一两个借台 再多看 不论是平价生活必需品 还是高价位奢侈品 只要是上架电视购物台的 通通得经过这一关 终极严苛的MOMO商省会 99.86%酱油蛋白 它做成像这样子的薄膜 那这个薄膜其实是运用 纽西兰的技术 韩国价格怎么样 报告长官 在韩国公网站 有查到相同商品 也有相同组合 价格落在大约2254 公募每周两次的商品审查会 董事长 总经理 副总 排排座 两大展灯把会议室 变成类色影棚 各个商品开发小组 得在平平三分钟内 使出浑身结束 推销出自己组内精挑出的好货 不只在最短时间 要牢牢抓住三位高层眼球 还必须通过现场12位以上的 品管评审团犀利征信 几月要买了 11月 预计大概11月12月少数 就是韩国价格 报告长官 在韩国乐天相同商品 现在的活动价是1763 有些时候他们不要从哪里拿来一个商品 QC能够从很奇怪的地方都能够找到这个商品 然后就说某某商店只有卖1800块钱 为什么你们卖1980 然后他们就恨死了 因为这样就不能上 直见董事长林启峰听到爆价 立刻敲打起计算机 当场精算贸利率 平均一件单品 某某和厂商分别利润多少 直接抓出最有竞争力的价格 所以等于一个礼拜 一次用一次 那总共是三个月份 等于3000块用12次 或是这样你怎么说服 消费者一次他要多少钱 我是建议我们要只要做260块 对啦 因为做一次要250块 对啊 200几组 700组 好奇怪 为什么是700组 这个追货快吗 追货可能交期的 三周左右 商审会的现场是无情残酷舞台 铁面的评审团必须当场决定 商品淘汰还是上架 样式 品质 成本 全是考量点 哎哟 专业模特都来了 像是一件长风衣 现场摩托尔穿起来 窈窕有风 林启峰立刻要求 娇小身材的同事来试穿 才够贴近真实 这其实很长耶 你这是什么size 这个是最小的 客人买回去要穿得起来的 今晚正在七月酷暑当头 某某商品开发 必须找一部超前附属 年底东京才要卖的 保暖内衣和棉袄外套 这个也不好看 这个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 绊毛的外套 在韩国的预计售价是八万九 有点恐怖 我之前有买一件五百块衬衫 很像这个 非常很厚 里面还有铺面 看林启峰挑商品 从宝石到衣服材质 都能追问得很深入 他从2004年某某开台 担任总经理到后来执掌总座 15年来地下负物台 选品铁律整则 明月错放也不要硬卖 因为每档40分钟的电视购物秀 不只是买卖交易 还是最直接的品牌行销 因为电视的影响力很大 它是一个时间只卖一个商品 所以它一小时就可能卖出去一千个 网络是卖完以后你还可以检查 可是电视如果一东西没有弄好 一千个人就觉得印象不好 三 二 一 嗨 大家好 赶快进到我们的卖场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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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购物起家的MOMO 从大萤幕一路开辟战场到小萤幕 双重效应加成下 让推销洗脑无远搏界 各种课程一把抓 像是今年四月疫情最严重当下 MOMO与高雄子官与会合作 找来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陈其麦代言 网络加上电视两大通路 一天就卖了一万五千多条顶级龙虎班 今天我们给大家总共三大条四斤的 龙虎班 这样子是 竟然比较一二六零 达云 不同通路加上MOMO拥有千万会员的优势 让不少国际品牌愿意跨度 合作起新形态的网络直播 手机上随时跳出来的节目内容 以年轻族群为主要TA 美妆 服饰 零食 千元以下价格 主打短兵接战 在各电商平台中再突破重围 他们本身是这个电视购物出身的 所以他们对于生动的一个购物画面 比较深觉这一块就是在如何 透过一个画面跟消费者沟通 那他们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一直想要让自己去进化 那这些其实就让我们接触到 以往我们自己在做实体店 比较不容易接触到的一些顾客群 疫情让宅经济大爆发 光是今年第一季 MOMO业绩创下150亿亿 年成长率高达35.5% 是历史上同期新高 澳居同业之冠 MOMO以多面向的经营触角 和长情累积的选品精准度 品牌行销力 在恐慌危机的疫情时刻 展现电商一哥实力 继续稳稳占据龙头宝座 比方说钻石跟珠宝 在商省会里面从你这边要过关 我们举这个例子 你会考虑到哪些方方面面 第一个当然它的设计 看起来要好看 那第二个就是好看以外 价格要合理 那这时候像钻石 它就有一个钻石的牌价 那根据它的重量 它的科工 它的这个瑕疵度 会有一个定价 然后我们很坏的是 我们会就算它那个 整个台子是几K斤的 然后工钱 然后税赚的钱 然后加起来以后 再乘上一个小小的 合理的利润 就是给供应商的价格 所以其实对一些品牌来讲 它就觉得这样的算法 是不合理的 因为它觉得设计的东西 并没有算在里面 但我们的确在算价格上 是比较可扣的 对 所以你应该是 比方一个钻戒 你应该心里面有一个 breakdown list 然后你把这些所有 你认为应该在价格 加起来 对 因为我看你刚刚马上 在报道里面 你就跟这个做present的 这个同仁说 我觉得你这个借台要换一下 对 不过这个也是蛮主观的 所以需要几个人商量 那另外就是旁边 我今天有做了一排 一排那个 像present团 评检人员 他们都是专业的 他们像我们在看 钻石的时候 有三个人都是有 GIA的国际鉴定师的资格 他们会给我资讯 他是我们某某的同仁 他是同仁 对 OK 食品有食品的鉴定师 那个专业人员 就是各领域的专业人员 在我的品管部门里面都有 所以透过他们能够帮助我 做很多的判断 所以我们过去的经验认为 很多平台我们是脱售 就是作为平台面 我是脱售而已 当然每个平台都号称 我会有品管 但是因为有很多平台 其实是中国最有名的平台 也曾经被国际的 精品出货商提高他 那个是我们很在意的事情 因为如果今天 其实消费者买东西 是一个信任 如果你一旦发生这种事情 其实你会对你的商欲折损 非常非常的大 你意思说 他应该就不会再回头了 在你这边选购 任何的一个东西 对 今天我们其实约灵董 有一番曲折 因为林董 你告诉海南外华人观众朋友 好 为什么一开始你不愿意来 因为我觉得 成就一个平台 其实是一大群人的努力 那中间有采购 中间有设计 有很多很多的人 就很像演一出舞台戏一样 那当然舞台戏里面 会有一个主角 站在舞台上 那可能我很幸运的 我是那个主角 但其实成就一个戏剧 当然要有观众 有出资的人 有制作人 然后有老板 然后有很多的音乐的半称的 所以成就一个很好的戏剧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人的努力 那我不愿意一个人 去把这些努力 好像收割 变成是我一个人的专业 因为我认为 Momo是一个很棒的公司 然后今天不会因为我在 或我不在 它会有折损它的光芒 因为它是一群人 共同努力 花了这么十几年下来 把这样的一个文化 建立起来的 所以我很怕去 把这些东西 就往我身上一个人拿走了 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 准确地体会到 您领军的风格 在这个里面 我最好奇是说 像我们平常上这个电商好了 我点进去 然后到我完成购物行为 甚至我没有完成购物行为 这些都成为你们的大数据 对 其实现在的大数据 收集的范围 包含你从那个 打开页面 打开页面的那一刻开始 到你离开的 中间的所有行为 其实都是被收集的 比方说你叫有的商品 我们讲买衣服好了 我可能点进这个单项 然后单项它会附很多照片 对 我就在每一个照片 去看它这一件衣服的 可能领口或是袖口 是 扣子的细节 我在每一个单独的点击里面 停留多少时间 其实每一个都成为你们的数据 是 他就会知道 这客人在意的是什么东西 而且在你选这个衣服的下面 就会有推荐的东西 对 这些都是数据算出来的 好 所以这些数据 你们都不outsourcing 全部都是你们的in-house的人 自己来做资讯工程的处理 对 因为为了保护客人的资料 好 我们让观众有一个概念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在我们的MOMO集团里面 负责这个大数据资讯工程的相关资讯同仁 这个部门人数有多少 大概有400个人 非常精灵 蛮多的 对 非常精灵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科技公司 是一个用科技来做零售的公司 好 所以如果2020对你们的挑战就很大 200Q1加Q2 刚刚我们说了 MOMO创造了新台币310亿的业绩 你觉得你们做对了什么事情 因为这并不是说有一个危机发生了 对于电商购物这是个好的危机 所以大家自然就都online shopping 不是这样子的 你们一定做对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零售业的东西 它是非常细节的 就是它没有好像做对一个事情 它就会爆发 那当然疫情对我们整个的业绩 是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我觉得 你要成就一个好的通路 其实还是要从基本面 慢慢去把它堆积起来 也就是说你第一个 你要追求你有足够的商品数 那我们专业名字叫做SKU 就是stock keeping unit 就是你有多少的品类 那我们要追求 就是消费者让他想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能够找到这个东西 所以在品类上面 你要非常非常的完整 第二个是 让他使用经验 比如他在网络浏览的过程 能够很快地找到他的东西 那这个就包含你搜寻的技术 然后包含你归类的技术 然后包含你商品 比如说你可能有一百个 卖衣服的厂商 那每一个卖衣服的厂商的尺寸 标的M size 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去跟这些供应商讲说 在我摸摸的M就是多大 L就是多大 那万一不行的话 就要特别标注说 这个M是多少到多少 对 就是这些很细节的东西 让消费者能够在没有看到东西 没有摸到东西的时候 他就能够愿意来购买 有很多的基本功要先做好 其实这个总结来说 都是你希望 所有上这个电商平台 非实体的消费者 他在拿到他的购物商品的时候 他的期望落差没有 或者说他期望落差是降到最低最低 在这个里面我们说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这个是不是非常适用于在电商之间的竞争 是啊 因为快就代表你的成长 那你成长得快的话 就表示你的营业额就变得很大 那营业额变大的时候 其实它会产生一些比较好的结果 就是第一个 你的采购成本可能会降下来 就好像我常常在我们家巷口 看那个欧巴桑卖那个水煎包 我心里面就想说 如果我跟他卖一万个水煎包 可能他就打我八折 那如果我跟他讲说 阿婆你以后卖的水煎包全部都给我 你可不可以六折卖给我 说不定他也答应了 所以量会带来一个价格的改变 那另外就是量也会让我的 后勤的作业成本摊下来比较便宜 那在这个上面就产生一个 所谓的经营的效率 那这个效率就可以把效率所节省下来的费用 再反馈给客人 那会造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那你的东西的价格就会越来越合理 快这个字 就营额的成长来说 它还有一个 就是相对于购物平台跟消费者之间的 那所以我要买一个东西 我为什么要等 那我就希望等的时间越短越好 所以现在是 你们的目标只是三个半小时 其实我们心里面是一个小时 不要帮你喊得太 不要帮你喊得太极端 我们一直在喊这个事情 但是也不是喊了就能够做到 我们目前大概能够做到五小时 因为五小时就是有人两小时 有人三小时 有人五小时 那但是我们终究的目标是一个小时 那为什么定一个小时 是因为一个小时就比较像是 你从家里面出门 然后走路到这个一般的店家 然后再走回去 大概来回就是三十分钟一小时 那你看现在很多的吃的送到家里面 也是四十分钟 消费者可以等待 所以我们认为一小时是一个 我们能够跟其他的实体通路竞争的一个时间 在我们看报道里面会看到 如果要五小时 然后最后能够确保一小时 在这个进程里面 他们的内部有多少非常细致的 因为你配货一定要前面要快 那我想请问你们所有的仓储点加起来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思维 使得这个net在全台湾的配货里面 都能够平均达到现在五小时 很快一小时的目标 我们未来的规划是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北部的大仓 大概两万五千平 那南部的正在动工 大概两年以后完工 那另外中部还会再找一个 这是三个大的 我们叫大主仓 那随着这三个大主仓 我们全省我们希望能够布 五十个到一百个小仓 那每一个仓可能就是在距离你家 因为台湾三万六千 这个平方公里 那就是把它按照人口的分布 分布得很密 那这样的话就是有点像是 Seven 比如说它全台湾有五千家 五千多家的店 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我就是变成有很多的仓库 所以将来 假设你买一个纸尿布 我从最近你家的仓库 送到你家里面去 可能就是三十分钟 所以是利用这种 因为Seven是用人走去拿 那我是用摩托车 或者是用车子去开 所以我能够服务的范围 可能是三公里之内 我就可以很快到了 所以将来就是一个 繁星点点的一个仓库 在全台湾的 每一个人口密集的点里面 加上三个大主仓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 跟观众朋友看一下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 还是货要送出MOMO 那在他们的配送平台里面 你一定想到说 那我一站式构筑 假设我买的东西是天南地北 我要用什么样的一个管理 跟内部的配货技巧 使得这个箱子 能够最快的组合出 前面不耽误 后面才能够快 一起来看看MOMO 给我们展现的know how 以亮亮物流车排满装货区 正赶着上货 只见这一口几台货车 才刚装满准备出发 后面输送带上 还有源源不绝的大小包裹 正以自动化分路线发货 光是在疫情中的618年中庆 MOMO三天破6亿营收 从这里出货量就超过30万件 透过这个自动粉解晶 SOLTER系统 那它会按照我们 下面等一下会看到 它就滑到的部分不同的配送商 它就会送到这些不同的配送商去 这里是MOMO北区物流中心 占地25000坪 24小时互作不迁断 因为冲全台速打 是MOMO能在电商称霸的关键值 那个签叫周转率 对 仓库的周转率很重要 出货速度也是因为你 出货如果慢的话 你就要盖更多的仓库 转换率是物流的很重要的指标 五层楼的仓储中心 有超过400万种品项的商品 分门别类在各楼层 但一张订单里 货品可能五花八门 从捡货到风箱 被言归十分钟内完成 就要上车推送 如果有人捡了一瓶酱油 变一个化妆品 然后化妆品从三楼很快 就到一楼去了 可是酱油还没有跳出来 这时候化妆品就堆在一楼 那如果这种速度没有算好的话 就会越堆越多 所以整个仓库就会卡住 因为仓库如果超过八层的话 它就转不动 最细锁的是 可以影响最深远的布局 如果让各层的货 在最短时间内放进同一个箱子 系统必须经过反复精算 厂区里到处可以看见自动化设备 像是五层楼高的ASRS自动仓储 专门处理重的箱性货 时间缩短在三分钟内就出货 最常卖的热销品则用大数据做运算 在设计程式搭配穿梭式货架 取代原始用人力去找货的时间成本 而是以物救人 加上散落在全台各地16个卫星舱 也就是区域性的小型仓储 让Momo在这次疫情期间 几百万笔订单涌入时 能利用短链物流的策略 直接从卫星舱配货给消费者 加快了货运转速 连续每一天都大量的时候 你前一天如果有我们叫backlog 第二天就会一直往后累积 它是一个那种排队的撞墙理论 当你的排队超过一个程度以后 它会全部都卡住 物流争奔强妙在第一线重铸速度 后勤平管制度 则是加强消费者对Momo有品牌粘着度 像是过万元以上的精品 在厂商包好货寄出钱 得先送来 一个一个由专业的鉴定师再鉴定 那东西只要它有售出 它就必须进来检验之后才可以出去 就是供应商不能随便 自己把货寄给客人 无论是一万八千块的虎货手环 还是翡翠玉琢 或是七万多块的钻石项链 全得经过领友GIA珠宝鉴定师的仔细查验 确定这个钻石就是 就是是它的是OK的 那我还是会看一下它整个就是 有没有相好或是相破 因为有时候钻石 它虽然规格是写这样子 可是它在后续做工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瑕疵 那这样的东西也是无法出货 鉴定台上两台摄影机 全程双角度录影 只要有瑕疵或是客宿 就可以随时调出建设画面 作为判断依据 我们也曾经收过就是它用玻璃 就是强化玻璃做的白玉琢 那像对于玉琢像这样的商品 它的一些保持的特性 我们其实在基本上都要非常了解 名牌皮包也通通要从里到外翻看 不止真味 连盒子的完整度也是条件 国际精品的话 我们首先开会先确认一下 它的出货的盒子 第一个有没有核损 消费者有时候会很重视说 它的盒子是不是完整 如果今天它的盒子不完整的话 或是有缺脚撞凹 那基本上就不能出货 各种精品品牌细节的真味辨别 盒子鉴定师通通得撩络之掌 像LV的话呢 我们会去看它的 像上面的这个印花 上面它这个是点阵 那如果外面一般仿的 可能就是做是 整片图案去压制 像Prada的话 它们的字体 其实我们知道它有一个地方 一个小小的阿角 那我们就会以这个作为 就是检验的标准 某某的食品化妆品厂商 则必须接受随时抽烤 像是果干饮料 化妆品还有生鲜食品 检验师直接当成消费者订货 开包检查 就是当你一个跟消费者一样 在线上订购 然后就会订到我们这儿 我们就会抽集平息来 随时抽检生菌树和大肠杆菌树 某某的小实验室 一个月平均抽检70件商品 层层把关 像是牛排还要验瘦肉精 可能抽定 比如说销售量 前面10名或5名的 那种漏片 出来检测看看它的可能安全性 不只是做电商 而是多扛下一层把关责任 多方的设想 与早一步细节上的准备 让成立16年的Momo 从电视购物台起家 跨足网络购物 深蹲后再跳起 以异军突起之姿 走在趋势前端 引领全台宅经济潮流 这些检验的画面 是有点让我们大开眼见 说作为一个平台 拥有各种不同的检验 从生鲜肉品 一直到珠宝 对 16年整个集团 所以这些检验应该是 慢慢慢慢慢慢的 越来越精细化 是 而且也是因为 是从电视购物起家 所以就会有这么多的 评检人员 因为一般网站 是不会涉入到 这个领域里面去 一般不太做评检吧 一般网站就是 就是一个上架的机制 然后东西上来就卖掉了 所以基本上 一般的网站 是不会有评管部门 信任是一个无形的资产 就像我们做媒体一样 对 然后购物平台的销售额 就很像我们的收视率 但大家是怎么样去 累积这个信任 它跟你的销售额 是不是最高 它可能有一点关系 但不是绝对的关系 一定还有一些别的 长时间累积的价值 才先信任 因为基本上 我们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去制定很多的制度 比如说退货的制度 其实我们公司退货是 你只要要求退货 二话不说 我们就让它退货 不会去挽留 让你觉得退得很 好像很不方便 那目的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认为 一个东西 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那是什么就是说什么 那如果你去夸张 特别强调你东西的很好 那消费者收到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落差 那这时候我就鼓励 消费者去 收到不好的东西 就把它退回去 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里面 运费是厂商付的 所以当有一个厂商 他常常去过度夸大 他的商品的时候 他最后的结果就是 他的东西都被消费者退回来 然后他会吸收很多的费用 然后赚不到钱 这样就不会产生 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 也就是说让厂商 能够做好更多的自主管理 如果因为客人 使用你的商品 除了保险理赔以外 有损伤的话 厂商是要负很大的责任 所以这种就是跟厂商中间 定立了一些合约 然后让他能够自我要求 所以这很有意思 就是说一个精巧的制度设计 它鼓励自律 自律就可以相对减少 管理的成本 对 因为基本上大到一个程度 很难管理得那么细 我们公司曾经开过百货公司 我们也开过药妆店 后来都收起来了 其实在开药妆 跟开百货的过程里面 我们赔了超过十亿元 可是我并没有因为 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布局 而遭到我的股东 大股东的任何一句责备的话 我们既然讲到前段的供货商 在你们的集团平台上 有很多是品牌商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2020这个宅经济 它有没有让品牌商 自己做了一些改变 当他在电商购物贩卖的时候 他发现机会来了 但他并不是坐在那边 坐着为王 他很聪明的品牌商 自己会做一些改变 是变了不少 变得对我们好一点点 因为其实台湾整个的线上 跟台湾整个的零售的 这种渗透比率 大概是10到12个percent 也就是说 它百分之八十几的东西 都还是在实体通路里面销售 台语说 所以理论上 供应商它会比较在乎 实体的这些商家的这些反应 所以在过去 其实讲实话 是有蛮多的品牌 它是不愿意 直接跟我们来往来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打乱了 变得很少 这时候他就开始想到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利用线上 来做一些业绩的追赶 所以也因为疫情 让过去很多一线的牌子 其实他是不太愿意 跟我们做直接往来的 开始愿意来跟我们对话 那我觉得这是 对线上的经营业者来讲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这今年才发生的 对 就今年很特别 在台湾的网购行为里面 我看了一下资料 去年的时候其实 它已经冲过了三成五 是 那今年的话 预估它是不是可能 冲过一半以上 那当它这个网购的行为 在全体的消费人口里面 有半数以上的 它都有网购行为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就是从这边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电商爆发的拐点 我觉得是 因为数位化 数位化大家都在谈 那其实 有一些人反应比较快 有一些现象反应比较快 比如说选举 现在的选法 跟以前的选法都不一样了 然后族群也不太一样了 以前不会有这么多人 重视年轻人 那传播的方式也不一样 我觉得网络 也很像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过去 它比较小 它大概只有在 我刚刚谈到 只有十个percent左右 所以其实很多的供应商 并没有觉得 这一块的影响力很大 可是当它开始从 现在线上每年 像我们公司成长 年比年大概到了 三十到四十个percent的时候 今年一百亿的 明年就变成一百三十 一百四十亿 所以开始慢慢的 就是它那个累进的速度 变得非常非常快 我们现在是年五百亿 今年上半年是三百多 所以如果乘二的话 是超过六百了 但是十一月十二月会特别高 所以应该会比六百多多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说 当然2021就全人类来说 它是一个永远不会忘掉的一夜 2020 但就网络电商的发展来说 它应该也是预告一个 非常重要的拐点 对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 零售通路的洗牌的开始 对 在某某集团这十六年 对您个人来说 是不是每天你都逼得自己 要日新又新 之前您在花旗 有十四年的服务经验 使得我相信您对于数据 跟数据它所预告的一个趋势 还有准确度的掌握 应该是您的专场 在这个转换的过程里面 你自己有没有撞墙起 我其实蛮庆幸 年轻的时候有在花旗工作过 因为它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观念 就是改变 它鼓励我们做改变 所以很多时候在花旗 你在同一个位置上 做很久的时候 它会认为说 你的同一个位置坐太久 可能会干扰了你去创新的能力 所以它不鼓励同一个位置坐太久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我在前八年是做系统 我是他们资讯的负责人 然后他们居然可以很大胆的 把我送去做财务 然后财务做完 又把我送去做行销 那你从那个系统里面 转到finance的时候 那边应该就有一个 很强烈的适应期了 蛮痛苦的 因为其实财务的底子不够厚 总体经济念书的时候 也没有念的都忘光了 所以重新被派到国外去受训 然后告诉你货币是怎么回事 然后财务是有哪些工具 然后当阿拉伯油田爆炸的时候 美金是会涨还是会跌 就是把这些总体经济的东西 重新复习一次 那当然在短时间里面要吸收这么多的知识 是有点难的 所以是很辛苦 所以花旗后来你又转到 从财 finance又转到marketing 对 然后marketing又转到sales 对 转很多 那所以当你进入到某某 从电视购物 其实那个时候电视购物 也还算行愿 那时候东森的电视购物 才找你们五年 对 那因为我就是一个 非常容易接受新东西的人 在我的血液里面 所以我喜欢挑战 所以其实我电视购物 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做 我是一个财务背景的人 但就毅然决然就去做了 然后后来就看到网络的趋势 就有转到网络里面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公司的文化里面 不只是我一个人 我们公司文化里面 有一个容错的文化 也就是说公司允许我们犯错 也就是说像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公司曾经开过百货公司 我们也开过药妆店 后来都收起来了 其实在开药妆 跟开百货的过程里面 我们赔了超过十亿元 可是我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 错误的一个布局 而遭到我的股东 大股东的任何一句责备的话 因为你既然刚刚谈说 我们要快 那快速又要勇敢的过程里面 你一定会犯错 那我觉得因为这样的原因 容错就是企业里面的文化 就你不要笨两次 你笨一次 在错误里面 能够学习到很多新的功课 像我们开了百货 开了药妆 那现在做线上的时候 其实我更能够体会 供应商怎么样在百货 跟药妆连锁店 跟线上中间的操作手法 完全了解 冷藏就是你在5度C 到0度C的中间 送这些蔬菜 这些肉类 没有冷冻的鱼类 这些是一般家庭需要的东西 可是这样的一个物流体系 在台湾并没有被建构很完整 我想可能还要在三五年的时间 希望它会慢慢完整 当我们一直在讲 网购市场进入了一个 仅喷起的时候 网购市场有没有饱和这回事 我们要怎么看 我个人其实从来没有觉得 网购市场在台湾 或者在全世界是饱和的 我还想说我们内需2300万人 然后万一将来你又有 就是比较快速送达的 国际型的网购平台 就像以前的淘宝 然后后来现在变成在台湾 可以快速交易的 如果有更多国际型的 网购平台进来的话 你会不会担心它有饱和的这件事 我不会 因为整个台湾零售业 大概三四兆左右 那整个的网络 现在大概是10个到12个percent左右 那如果看看其他国家 像韩国像美国 这些都可以到20到40个percent左右 所以也就是说 以整个的规模来讲 台湾至少还有大概 四倍左右的空间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像大陆很多的 台湾很多人到大陆上去买东西 也很多人到美国去买东西 但这些是一个 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 那未来决战就 看每一家经营的效率 跟你能够得到消费者信任 跟你买到的东西的价值多少 所以网络应该这样说 很多人说网络是一个红海 就是杀戮战场 但我应该讲是说 它其实没有到 就看不见天花板 问题是新进来的人 他的进入障碍是很大的 因为以我们来讲 我们营业额已经到了600多亿 那你新进来的人 假设你营业额只有50亿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 你买的东西是比较贵的 第二个是你的作业成本 因为你的营业额比较小 摊的比例是比较大的 这是完全中文讲的 先持得点 对 就是early bird 就是早期的鸟儿有虫吃 那后来的很辛苦 倒不是说这个市场饱和 而是新来的人进入障碍很高 是 在一个没有天花板的 这个市场的发展里面 听说你们还有兴趣卖生鲜 我们很期待 因为生鲜也是跟卫生纸一样 是一个每天几乎一两天 都需要再重构的东西 那当然它的技术的门槛 完全不一样 对 因为生鲜完全 因为我们是仓库 然后送到个人家里面去 所以它非常需要一个 所谓的冷链 物流的部分 那生鲜的部分又有冷冻跟冷藏 冷冻的部分台湾还算好 冷藏就是你在5度C到0度C的中间 送这些蔬菜 这些肉类 这些没有冷冻的鱼类 这些是一般家庭需要的东西 可是这样的一个物流体系 在台湾并没有被建构很完整 我想可能还要在三五年的时间 希望它会慢慢完整 冷冻可以做 现在 先先让我想到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聊到 其实我们总体的利润 如果用占比来算 大概是3%左右了 可是它所创造的消费者 对于品牌的印象跟黏着度 应该是不一样 所以所获得的这个利 它的价值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生鲜基本上 它也不是一个厚利 那生鲜的浪费很多是在 东西卖不完丢掉 包含超市也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网络 怎么样能够在这上面 做一个比较好的跟客人的沟通 让东西就是用多少 然后送多少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机会 因为一般的实体店是放在那里 然后等客人来拿 那我们是可以先下单 然后再去配送的 所以我觉得 我看到了一些生鲜的机会 那但是基本上 一开始做一定会赔钱 但为了满足这个需求的部分 我觉得客人需要 我们就要做了 那赔钱是效率的问题 所以我从你的分享 我听起来是 其实你会有点近乎 你缩短那个供应链 到终端消费者接近的距离 然后提高效率 那么希望能够把这个节省 反馈在供应商 林董你很特别 如果我们把你的 花旗跟Momo的时间 加在一起是30年 也就是人在职场里面 最黄金的 最精华的这30年 那你一直在适应这么多的改变 而且这些改变 当你进入到 这个网购平台的时候 它已经是一个时代的改变 它不在于说这个集团要 怎么样的想象你 或是怎么样的 给你一个特别的training 而是这个时代的改变 驱使你 必须这么变 我们人类真的很渺小 没有办法去对抗潮流 不过走在潮流上 是很重要的 就是顺着潮流 然后看到每一个潮流里面的机会 然后其实会有很多 不一样的声音 有很多不一样的业务模式 但是你要想清楚 你的核心是什么东西 要坚持那个核心 像我们就是坚持 把好的便宜的东西 去送给消费者 这是我们的核心 那我们能够为这个社会 创造越多的附加价值 这个公司的价值 也就会越高 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 谢谢您代表 谢谢 整个代表我的团队 的团队到这里跟我们分享 你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know how 让我们看起来觉得非常的新奇 是谢谢 不只是发展 不只是营修不断的百亿千亿的这个壮大 那同时也创造新的服务价值 我想这个就是台湾的优势 谢谢 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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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